老公出差就要回家了 让我洗白白等他 我在无聊完自拍 突然在手机相册中看到一张我熟睡的照片 昏暗灯光下 能看出被子的灰色条纹 是我自家的床上 一看拍摄日期是今天凌晨一点 可是我老公出差 昨晚我一人在家独居 那么这张照片是谁拍的 我汗毛一下竖起 我很清楚这张照片意味着 昨晚我睡觉的时候 卧室里还有一个人 用我的手机 给我拍了一张熟睡的照片 我眼睛警惕的扫尸卧室 卧室很小 一目了然 我的目光落到卧室门外 黑洞洞的客厅里 浓重的夜色 让屋子里的所有物品 只剩下深色的轮廓 阳台门有亮闪闪的光点 仿佛是黑夜中隐藏的眼睛 我一阵毛骨悚然 起身仔细看 那只是玻璃的反光 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我听见外面仿佛有 稀稀索索的响动 仿佛是要是在 轻转动门锁的声音 老公回来了 老公 我轻轻叫了一声 那声音便立即停止了 这时我才想起来 绝不可能是我老公 刚才和他电话的时候 他说他刚过收费站 回家就算不堵车 起码还得一个小时 而现在 半个小时都没到 他不可能这么快 我吓得心脏扑通扑通 在安静的黑夜中 十分清晰 我捏手捏脚走到客厅门口 朝猫眼往外看 楼道昏暗的灯光下 没有半个人影 难道是我听错了 我立即反锁好门 这时 却从门缝中看到 楼道透出的灯光 有黑色影子晃动 十分清晰地显示 我门口有人 我再次凑到猫眼往外看 猫眼却成了一片黑色 门外的人堵住了猫眼 他想干嘛 我焦急 给老公发微信 发文字 问他到哪里了 快了 还有二十分钟 他回复 这么急啊老婆 嘻嘻 洗白白眉 我正想告诉他 现在的诡异情况 门外突然响起了 巨大的敲门声 那声音好像惊雷 直接从我头上劈下来 我浑身不由自主地随之震战 我一声不吭 盼望着老公快点回来 小易 在家吗 门外传来一个女人的大嗓门 是邻居江一美 我再从猫眼往外看 依然是一片黑色 小易 我知道你还没睡 开门 敲门声持续 有事吗 我在屋内窃窃地回答 因为看不到外面 我还是不敢轻易开门 你家可以烤落那个电烤炉 借我用用呗 我搞个宵夜 你一个人在外面 不然呢 我怎么看不到你呀 你家门上这贴的什么呀 宣传单挡住了 谁给贴这里 缺德 门上的猫眼露出光点 我再往外看 果然看见江一美独自站在外面 手里拿着一张单子看着 我小心翼翼打开门 你刚才 有没有看见我门外有什么人啊 没有啊 我进屋给他拿了电烤锅 他看我穿着蕾丝睡裙 内涵笑道 在等你家流炫呢 嘻嘻 我走了 别打扰你们 他随手把手里的单子给我 转身回屋了 我看见那张单子上写着 健康美味送到家 外卖订餐 随叫随到 我知道是谁了 一定是他 是那个我给了差评的外卖员 上次遇见他 就是点了这张宣传单上的外卖 大约一星期前 我在家点了一份外卖 正吃着米饭 突然发现米饭下方有硬物 我用筷子翻出一看 居然是一串钥匙 电动车的钥匙 铁圈有锈剂 塑料边缘磨损的毛毛躁躁的 铁片凹槽里残留着黑乎乎的机油 我当时恶心的就差点吐了 我气急败坏 给商家打电话一通斥责 商家表示绝不可能 就在这时 门外有动静 我打开门 看见那个外卖员 正在我门口蹲地上找着什么 他是一个看起来年纪不大的小伙子 大概175左右 体型偏瘦 姐 我的电动车钥匙掉了 您看见了吗 我一瞬间好像明白了怎么回事 看来商家确实是无辜的 问题在这个外卖员身上 在米饭里呢 我冷冷地端着那盒米饭 用筷子夹了那串 粘着米粒的钥匙 丢到他面前 啊 他十分惊讶 怎么会 怎么会 你说呢 是不是你把米饭撒翻了 用手又把米饭拨回饭盒里 不小心把手上的钥匙 也一起装进了饭盒 没 没有啊 那你解释是怎么回事 你手里的钥匙 怎么会到米饭底部 如果你能给一个合理解释 我就信你 我 我也不知道 他虽然嘴硬 眼神却明显心虚地闪烁着 你这单我肯定会给差评 姐 别啊姐 他想哀求什么 我毫不客气地关上门 之后外面又不断地响起敲门声 我都没有再开门 想起自己刚才吃下的米饭 想起这个外卖员的举动 我心里被恶心和愤怒毒满 简直是被人喂食的心情 之后他又打来电话 语气笑哭了一般哀求 姐 真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 要是怎么会进米饭里 但米饭真的没撒过 求你千万别给差评 我妈妈生病住院 我弟弟还在上学 一家老小全靠我 你要是给了差评 我们一家就没活路了 如果米饭撒了 你老是跟我说 我都能理解你 可是你用手捧回去 再送给我吃的这种行为 任何人都没法接受 我挂了他的电话 心里却在是否要给差评 这件事上还是有点犹豫 如果他所说属实 也确实怪可怜的 我是不是也没有必要这么较真 当然要给差评 他在卖惨而已 难道因为他惨 犯错我们就该无条件原谅 我老公听说这件事十分生气 这种人一点道德都没有 还在外卖行业继续工作的话 以后谁敢点外卖啊 他就活该丢掉这份工作 听了老公的话 我想想也是 正义敢被激发 点了差评 并把拍摄的夹杂着 钥匙的米饭的照片 发到网上 没过多久 我又接到他的电话 听起来十分疲倦和冰冷 给我撤销差评吧 我有犯罪前科 丢了这个活 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 你做事太绝 让我没活路 我也会让你也活不下去 听到他有犯罪前科 我当时就怕了 想想 要不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没想到 此时我老公在旁边 已经听得狂怒 抢过手机 你威胁谁呢 谁怕你呀 你有犯罪前科 怪我老婆了 让我活不下去 把你牛的 你要还想再进去 你就来试试 老公话还没说完 对方就挂了电话 老公 他不会真的报复我们吧 我有些担心 不会 这种人我见多了 就会过嘴瘾 现实中就怂抱一个 他要敢当我面 说出那些话 我敬他是条汉子 老公是个健身教练 身材高大 瘦瘦的外卖员这种 感觉他一个人能打十个 虽然他毫不在意 可我一向胆小 心里还是很不安 老公立即打电话报警 说我遭到了 有前科外卖员的威胁 警察那边有了调查结果 这个外卖员名叫张来源 确实是前科人员 曾经因盗窃罪 伤害罪入狱 目前因为我的投诉 已经被外卖公司开除了 警方说 如果下次这个张来源 再打电话威胁 就录音报警 其实老公并不觉得 外卖员敢真的来找麻烦 报警只是让我放宽心而已 他还专门准备了一根金属棒球棍 放在门口 来威胁我撤销差评 我按照老公所说的 录音并且言辞拒绝 他虽然放狠话 但是听到我录音要报警之后 态度又软了下来 之后再也没有打电话来骚扰 一切如老公所料 张来源再没有出现 我渐渐放松下来 相信老公的判断是正确的 张来源就是过过嘴瘾 不会真的因为一个差评 而上门报复 然而我们低估了他 刚才用钥匙转动我家门锁的人 我十分确定就是张来源 我突然想起什么 立即检查门口地电 发现地电下的备用钥匙 已经不见 我家一共有三把钥匙 我一把 老公一把 还有一把备用钥匙 藏在门口地电下 已被不时之需 但我和老公忘带钥匙 用到他的机会几乎没有 一定是那天 他蹲在我家门口 找电动车钥匙 结果 发现了我家地电下的备用钥匙 趁我老公出差 来家中报复我 昨晚在我熟睡时 进入房间的也是他 我感觉楼道一阵阴风吹来 从我脖子后灌入脊背 我立即关上门 再按上反锁按钮 老公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们的备用钥匙不见了 我怕 我拨通了刘炫的电话 躲进卧室 几乎快哭了 老公知道 我一向胆小 让我不要自己吓自己 他还有几分钟就到家了 我感觉自己手在发抖 完全寄希望于他赶紧回来 然而 就在这时 我听见一声响动 好像松动的木地板 被踩的歌之声 从身后窗帘处传来 空气像凝固了一般 乖乖等着 我在地下车库停车了 等着我 别怕 老公在电话里叮嘱着 可是我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眼睛 飘向卧室窗帘处 风吹着窗帘微微飘动 下面一双黑色球鞋 时影时现 窗帘后有人 我愣了一秒 飞快地起身 朝着客厅门口奔去 一瞬间 那个黑影像一只黑色的剑 从窗帘后搜地窜出 飞奔向我 我被巨大的力量拖拽住 冰冷的手掌 覆盖住我的口鼻 啊 我拼命呼喊 却叫不出声 我艰难地伸手到门锁 还没有打开门 手却被他掰开 他还按下了反锁键 他虽然体型瘦瘦的 可和我还是有着 绝对的力量悬殊 我根本没有任何机会逃脱 几乎绝望了 身后的黑影像一条巨蟒 将我越缠越紧 挣扎中 我咬了他的手 他吃痛松开了我 却又迅速将我压在沙发上 再次捂住我的嘴 别开门 借着卧室的灯光 我看清了鸭舌 冒下他血红的眼睛 是那个外卖员张来源 外面是急促的上楼梯的声音 钥匙伸进孔洞 急促摇晃起来 因为反锁了门 刘炫用钥匙打不开 老婆 我回来了 老婆 开门 是我 刘炫在门外呼喊 而我却被那黑影紧紧按住 完全失去了挣扎的余地 我掉落在地上的手机 震动起来 与此同时 我听见门外传来江一梅的声音 怎么了 小一刚还在家呀 几分钟前 还给我接电烤锅 屋外的敲门变成了撞击 刘炫的声音越来越焦急 快开门 我要报警了 此时 外卖员浮在我耳旁 传来低沉又急促的气息 别出声 我再救你的命 外卖员捂住我的嘴 你冷静听我说 不然就会死 虽然一点都不相信他 但我还是减弱了挣扎 感觉这个外卖员 语气是极力克制的 他的眼神里没有疯狂的痕迹 只有不安 我觉得 似乎只要对话能继续 另一只手把手机展示给我看 我看到我的手机号码 和他竟然有数十个通话记录 可是我只和他打过两次电话而已 其余的通话我压根就不知道 这些密密麻麻的通话记录 像一片不知出路的密林 让我眩晕 我知道跟我通电话的人不是你 他的每个字 都像是经过重重压制后 才从喉咙深处挤了出来 我能感觉到他很紧张 因为他的紧张 我反而放松了些 是谁 是我老公 除了我老公 我想不到别人 只有他知道我的手机密码 可是 我刚才看到通话记录中 还有昨天和今天早晨拨打的 这个时间段 老公在外地出差 而手机一直在我身边 我想起手机中那张诡异的照片 好像家中有个鬼魅一般的影子 可以随时使用着我的手机 是个女人 张来源说 我心头一震 尽管不完全相信她的话 却还是全身汗毛直立 一股无名的恐惧 蔓延至每一个神经末梢 我是个平面设计师 自由职业 日复一日都在家工作 生活的圈子极其有限 除了老公 平时很少与人接触 虽然我工作起来 需要长时间专注 常常把手机随处乱丢 但也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女性 悄无声息地使用我的手机 而我对此一无所知 我对她的话半信半疑 毫无头绪 是她叫我来的 什么 这一刻 我忘记了眼前这个陌生人的危险 脑子试图飞速旋转 却还是一团乱麻越缠越乱 完全被她的话搞懵了 我有天大的秘密要告诉你 她有着无法掩饰的急切 仿佛每一个字都在她的舌间拥挤 争夺着一线生机以逃逸出口 可是 她的话还未说完 便被一阵猛烈的撞门声打断 伴随着老公焦急的呼唤 以及楼上大叔厚重的声音 这得报警啊 之后 外面嘀嘀咕咕的对话 听不太清 我得走了 回头跟你说 招来源松开 我急匆匆跑向窗户 她一直颤抖着 感觉比我还害怕 突然 她又慌张地回头对我说 你老公有问题 我呆若目击地坐着 眼睁睁地看着她 矫健地翻越窗户 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完全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李志在告诉我 我应该立刻冲向门口 打开门 让老公和邻居们 抓住这个突如其来的入侵者 然而 内心深处却有另一个声音 在低语着阻止我 让我将在原地 目送她的离去 你老公有问题 她留下的这句话 如同一颗种子 在我脑海中生根发芽 回荡不息 楼下警灯闪烁的红蓝光芒 穿透夜幕 映照在我家的客厅窗户上 刘炫紧紧抱着我 我的身体像失去了所有的温度 冷得像一块冰 邻居们聚集在我家里 他们的目光充满关切 然而 却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压抑 你看清那个人的脸了吗 警察问 我嘴唇微微颤抖 却说不出话来 刘炫接过话查 语气很激动 就是张来源 刚才邻居说 今晚看见过 她在我家门口晃悠 警察同志 你们最好查黑下小区监控 张来源 我们之前都报过警 她是送外卖的 因为一个差评纠缠我们 有前科的 总是骚扰我家小医 小医 你跟警察同志说说 别怕 我点点头 声音微弱 是她 就在这时 我的目光落在门口静静 立着的金属棒球棍上 一个细节猛地闪过脑海 在和张来源的拉扯中 我曾试图反抗 却没有找到那根棒球棍 然而 当我打开门的那一刻 却发现棒球棍 竟在我老公手中 我清楚地记得 自从她出差后 我还曾在门后 瞥见那根棒球棍 她怎会无缘无故 出现在她的手中 你老公有问题 张来源离去时 留下的那句话 如同幽灵般 在我心头盘旋 挥之不去 她是怎么进来的 警察问 可能是我开门后 忘关门了 我故意轻描淡写了些 不希望警察抓住她 我甚至想这件事结束后 我要立即联系她 搞清楚看那句 我有天大的秘密 要告诉你 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她伤害你了吗 警察官切问 没有 就是让我撤销差评 后来听到我老公的声音 她害怕 就从窗户跑了 我也怕老公进来 打起来把事情闹大 就让她离开了 家里有财务丢失吗 我摇摇头 没有 警察表示 一定会好好调查这件事 对张来源 进行严厉的警告 但我能感觉 他们的神态放松下来 似乎已经将此 试定性为 因差评引起的小纠纷 警察走了之后 刘炫刚才的那股 紧张和慌乱 仿佛抽离了 她所有的气力 留下的只是 出差归来后的疲惫 参加了两天 活动她已经声音沙哑 但仍然试图安慰我 老公 你进来的时候 棒球棍怎么在你手上 我问 刘炫明显吃了一惊 她大概以为 我已经吓傻了 没想到 我会注意这样的小细节 我回来时 发现棒球棍倒在门口 还很奇怪 刘炫皱着没思索着 难道是张来源 我点点头 有这种可能 毕竟陌生人 偷偷溜进家中 他会做什么事 我都难以预料 那晚 日着发出带着微微酣声的沉重呼吸 他搂着我的手 依然轻轻拍着我 安抚我 我不禁在心中自问 为何在那短短几秒钟内 我会被一个有暗底 闯入家中的陌生人所影响 甚至开始怀疑 自己深爱的老公 今晚如果不是老公 及时赶回来 会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根本就不可预料 内疚和后怕 在我心中蔓延 让我不由的 往老公温暖的怀抱里 嗦了嗦 老公是个健身教练 我们在健身房 相识相恋 他高大帅气 总能给我十足的安全感 结婚后 他工作不太顺利 投资了健身房 却赶上疫情 倒闭亏损 后来在网上做健身主播 还签了公司 工作一直非常卖力 他说不能一直让我养他 他要养我才像男人 主播这行竞争很激烈 他经常出差 参加公司安排的活动 增加曝光 他对我百依百顺 体贴入微 常常会在直播间秀恩爱 讲我们的故事 讲我对他的支持 他的直播间封面 永远是把我举高高的照片 想到这些 我心里非常内疚 第二天 我多次想要开口 将张来源的话 全部告诉他 但总感觉有股无形的力量 阻止了我 最终 我还是选择沉默 暂时将这些疑惑 埋藏在心底 我决定先去通讯公司 查我的通话记录 刘炫去了MCN公司上班 我偷偷去了通讯公司 查自己的通话记录 结果显示 我和张来源 有非常多的通话记录 每次通话时间都不长 和张来源展示给我的一样 这让我非常困惑 我拨打张来源的电话 一直显示关机 我心里忐忑 很想联系上他问个明白 时间就这样 在我的忐忑不安中 划过了三天 在老公上班的时间 我突然收到一个 陌生号码的信息 是个地址 并且附有一句 想知道真相就来 凭直觉 我认定这是张来源 给我发的消息 地址中是一个 牛肉版面的小饭馆 位于城中村 我犹豫 真的要只身去那里 见一个威胁过我 有犯罪前科的人吗 万一这只是 他报复我的手段呢 可是一想到 我手机上那些 被删除的通话记录 想到那晚 他的胶着不安 和极力想要表现出来的诚恳 好奇心战胜了我的恐惧 我简单地收拾了下 就匆匆出门了 城中村的街道狭窄 而曲折 像是一张蜘蛛网 将各式各样的小店 和摊位紧紧包裹在其中 我按照地址 找到了那家小饭馆 尽管它有些简陋 却在弥漫的 热腾腾的牛肉香味中 有这种质朴的生命力 饭馆老板是个中年女人 热情招呼 笑意盈盈 让我感觉 这里并没有什么危险 我选了一张角落的桌子坐下 给那个陌生号码 发了一条消息 然后便是漫长的等待 我心中忐忑不安 就在我以为 招来源不会出现的时候 他终于现身了 他戴着一顶鸭舌帽 眼神四处游移 显得异常警惕 你来了 太好了 他压低声音说 他解释自己为什么迟到 说是害怕 我会带警察来 所以先躲着偷偷观察了一下 最近他也不敢开机 怕因为那晚的事情 警察会找他 他也并不住在这附近 故意约了一个远一点的地方 如果发现我带警察来 他就直接消失 一走了之 我可不想再进去 再进去我就完了 他说 我平静地告诉他 我没有向警方透露 是他闯入我的家中 而是简单地说 自己忘记关门 发生的只是小口角 警方应该并不会对此事深究 听到这些话 他的肩膀似乎卸下了沉重的负担 呼吸也轻松了许多 他笑了笑 你是个聪明女人 不枉费我救你 救我 他再次提起这个词 我更加迷惑 他点点头 说他本想一走了之 但是因为我 他还是冒险留了下来 你老公想杀你 我 想救你 我对他的这种说法震惊的同时 内心充满了排斥 甚至有点愤怒 哦 呵呵 那我不是要谢谢你救命真 我故意露出了一个轻蔑的笑容 语气中带着浓浓的讽刺 我给你讲我的经历 听完信不信你自己选择 反正我说了 也就对得起你了 接下来 是外卖员张来源的讲的故事 我之前骗了你 什么我妈妈生病住院 我弟弟还在上学 一家老小全靠我 这些都是鬼话 我和家里人早就不来往了 我从小就不爱学习 跟着社会上的混混们 学了点小偷小摸 有一次偷窃时被人发现 把人打伤了 后来我就进去了 我妈在我很小时就生病去世了 我爸有自己的新家庭 她早就对我失望至极 可能压根都不想提起我 出狱后 我站在大街上 却好像有一种 去陌生人家里做客的居住感 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 羡慕大街上的每个路人 他们都有要去的地方 也有能回的地方 我奶奶生病后 住在我叔叔家 去世前我去看他 跟他发过誓 这辈子再也不违法犯罪了 我会好好找份工作 平平常常的生活 像大街上的每个人一样 奶奶听完这些话 才厌弃 可是我却没想到 原来有前科的人 找工作这么难 一般的工作 发现你有案底 大多数情况下 都会直接淘汰 我以前没好好学习 就能干点体力活 但是外卖 快递 讨腿 保安 这些行业都明里暗里地 禁止录用前科人员 搞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天天只能找那种 写字楼的楼道税 还经常被人赶 也没钱吃饭 感觉自己这辈子 好像已经完蛋了 后来呢 我就隐瞒自己进去过的事 运气好碰到 用人单位不言查简历的 就能找到一份工作 但也干不长久 心虚啊 比我做贼时还心虚 这份送外卖的工作 是我干得最久的 收入不错 想了前科的事 就很珍惜 拼命干活 所以你给我差评的时候 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吗 我甚至愿意跪下来求你 让我干什么都可以 只要你愿意撤销差评 而你说 我把米饭撒了 又装回去这件事 绝对没有发生过 我发誓 但是我又亲眼看到 你把我的电动车钥匙 从米饭里拨出来 我简直懵了 不可能发生这种事 知道吗 绝不可能 我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 客户的差评 对我来说是致命的 虽然搞不懂为什么 但是我还是极力的求你 求你不要差评 因为对于别人 这份工作丢就丢了 但我丢了这份工作 我就没活路了 可是不管我怎么哀求 都没有说动你 特别是你老公 态度非常强硬 当天下午 配送组长就告诉我 有人投诉我 说我是前科人员 但组长和我关系不错 他说只要我让客户撤销差评 这是他就帮我瞒下来 所以我又赶紧给你打电话 我甚至买了五斤苹果 还有一箱牛奶 准备上门请罪 好好解释 好好道歉 但你在电话里说 不稀罕我肮脏的垃圾 如果我敢出现在你家门口 你就会报警 而且你一定会把 我是前科人员这件事 投诉到总部 让总部赔偿 我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 我有前科这件事 我想可能是调查过我 我当时被你气疯了 简直要气晕了 张来源好像回到了 当时的情景 语气咬牙切齿的 我却忍不住打断了他 我没有说过那些话 他看了看我 我知道 但也是后来猜到的 当时这些话 真的把我气疯了 我恨死你了 觉得像你这样一个女人 每天住着大房子 老公上颁养你 天天待在家里 想吃什么点什么 等人给你送上门 撤销差评 只是动动手指头的事 却非要围囊我这样一个 必须要费尽全力 才能活下去的人 张来源的声音变得沉重 他捏紧了拳头 指关节因过度用力而泛白 我听得很认真 第一次对他感同身受 张来源说 后来他在极其愤怒的情况下 又给我拨打电话 心想反正这份工作 可能被我毁了 就带着破冠破摔的心态威胁我 张来源所说的这个电话 我记得 他当时声音沙哑 听上十分冰冷 我有犯罪前科 你做事太绝 让我没活路 我也会让你也活不下去 张来源说 这个电话之后 我知道我们的关系 其实已经恶化到 无法挽回的地步了 这份工作我肯定保不住了 我打算碰碰运气 找找别的工作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 我开始频繁接到你的电话 那些电话说什么了 我微微心跳加速 那些神秘电话 就是我今天来此的关键所在 每一句话 都能让我想杀了你 他的话 如同一阵寒流清洗 让我身体一颤 你说我是垃圾 是老鼠屎 是社会蛀虫 我这样的人就不应该出来 关一辈子才好 以后不管我找什么工作 你都要揭发我 举报我 让我无路可走 电话里的你 完全是个疯女人 你几乎每天都要骂我 我忍无可忍 决定报复你 听到此处 我手心出汗 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 我买了一把不锈钢野吹刀 小巧 便携 非常锋利 一想到你 被他吓坏求饶的样子 我就很得意 但我没有真的想伤害你 就是想吓吓你 脑子里好像燃烧着 红红的烫火一样 冒着火星 非常冲动 反正丢了工作 我就小区蹲守 想找机会 等你老公上班之后 上门给你一个教训 可是你非常警惕 我有两次冒充快递员 让你开门 你只让我放在门口 都没有开门 后来 我想到了攀爬 你家在三楼并不高 只要有管道和空调槽 等站的住脚的地方 我就能一路爬上来 而且 你家二楼有个凸起的防盗窗 对我来说 简直像搭好了梯子一样便捷 爬上你家窗户 对我来说轻而易举 很快 我就等到了好机会 你老公出差了 我看到 你卧室关灯之后 我又等了一会儿 大概凌晨一点左右 小区特别安静 我觉得时机到了 就开始沿着排水管道往上爬 一直爬到你家窗户边 这时一阵冷风吹来 我燃烧的脑子 好像一下子冷却了 我甚至怀疑 这阵风是不是我奶奶 我跟她发过似的 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进橘子了 而我现在 可能正在做蠢事 奶奶在天上看着我 一定很着急 那时候我很想哭 我一下子清醒了 准备原路返回 可就在这时 我看见卧室里进来一个人 长长的头发 是个女人 什么 我像听鬼故事一样 汗毛根根竖起 头皮发麻 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张 在手机上出现的 我熟睡的诡异照片 其实那阵风不是我奶奶 就是那女人打开了你的门 空气队流造成的 张来源苦笑了一下 她好像 对你卧室环境十分熟悉 走到你的床边 拿起你的手机 对着你拍照 我实在太好奇了 就一直躲在窗户外 仔细地看她 借着手机屏幕的亮光 我看清了她的样子 她 她什么样 我被吓到 几乎语无伦次 她是你的邻居 301的江一梅 江一梅 隔壁那个自来熟的女邻居 我大为震惊 我给她送过餐的 我认识她 她不仅给你拍了照 还拉开你的衣柜门 把衣架上的衣服揪了下来 还把床头柜的电脑挪动了位置 然后就离开了 我回想起来 老公出差的第二天 我确实发现衣柜衣服掉落 以为是自己没挂好 发现电脑换了位置 以为是自己记错了 心大的我 压根没发现异常 直到第二天晚上 无意中在手机相册里 发现那张诡异的照片 才开始意识到不对劲 可我凭什么会相信 这一切是她做的 而不是你做的呢 我看着眼前的张来源 在心里极力保持着冷静和疏远 不想完全被她的话带着走 她 为什么呀 我淡淡问 是啊 她为什么呀 张来源凑近了我 有些昏暗的光线下 我注意到她有一双 异常明亮的眼睛 犀利的闪烁着光芒 其实 我平时没事的时候 喜欢看小说 特别是悬疑小说 我就推理呀 感觉她所做的 都是想让你知道 半夜有人来过你家 可目的呢 显然你会害怕 会觉得自己的安全 已经受到威胁 你会怀疑谁呢 一定是我 如果你报警的话 警察也会怀疑我 小区监控里有我 窗台有我的脚印 你甚至还路过我 威胁你的语音 完了 到时 我肯定百口莫辩 这个老我做定了 我既紧张害怕 又十分好奇 这个江一梅 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她到底是和你有仇 还是和我有仇 我不记得 自己得罪过她 于是 我又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偷偷去她家 搞清楚她想干嘛 都是三楼嘛 爬她家和爬你家一样简单 于是我爬上了她家窗户 可惜只看到 她躺床上就睡了 我本想潜入她家 但最终没敢那么做 最后一无所获 我很害怕 第二天你发现 一常会报警 那我真的说不清楚了 第二天一早 我就想给你打电话 告诉你 江一梅半夜进你家了 可是 我又以什么身份 来说这件事呢 半夜爬你家窗户外 看见的吗 这是没法说呀 而且 说了你也不会相信 我开始收拾东西 买了火车票 打算离开这里 没想到 就在我准备出发的时候 接到了你电话 你一改平时的恶毒咒骂 语气很平静 跟我道歉 说你最近心情不好 说话过分 你希望见面谈谈 和平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巴不得呀 没想到事情会突然转机 我简直高兴死了 只要你撤销差评 我就又有回去上班的希望 你把见面时间 约在晚上九点半 说那个时间差不多 你老公也出差回来了 可以三个人谈 我虽然有点怕你老公 但也硬着头皮答应了 在张来源的讲述中 时间到了刘炫出差 回来的那一晚 我吃完晚饭没啥事 早早溜达到了你家小区 坐在楼下等着 没一会儿 我看见江一梅从小区大门的方向走过来 她和邻居打招呼 还看了我一眼 眼神特别奇怪 既想看我 又不想让我发现她在看我那种 还有当时我听她的声音 竟然和你在电话中骂我的声音一模一样 其实我一直觉得 电话中你的声音有点怪 我开始怀疑 是不是她在代替你联系我 她能进你的家 她能动你的手机 她的种种行为都动机不明 这时候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在这个小贩馆的角落里 时间仿佛凝固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形的张力 我耳中早已退去 只剩下张来源的一字一句 那天我给你送餐上楼时 江一梅就跟到我后面 那么有没有可能 当时我的钥匙插在电动车上没有把 我忙起来经常干这事 而她当时跟在我后面看见了 偷偷拔了我的钥匙 等我送完餐 转身下楼之后 她把我的钥匙按进你的米饭里 这个困扰我好几天的问题 一下子有了解释 只有这种可能了 不然 那就是见鬼了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忍不住问 这个问题你问我好几遍了 天呐 总觉得这个女人非常可疑 我看约定时间还早 趁着天黑 我又爬上她家窗户 你猜我看见什么 我看见她在和一个男人聊视频 那个男人就是你老公 刘炫 听到此处 我心跳停跳半拍 像被一只大手 从她的故事中一把揪了出来 那种质疑和排斥又回到了心里 垒成了防线 我看她的目光有些冷清起来 语气也可以波澜不惊 他们聊什么了 她没有注意到我的情绪变化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的表情 她听见江一梅说 赵小义就在屋里 我看见亮着灯呢 我一会儿再去确认下 张来源约好了 她就在楼下等着呢 你快点啊 从地下车库直接上楼 要不时间来不及 先解决完赵小义 等张来源一进屋 就会发现赵小义已经死了 警察肯定会怀疑她 我来作证 不行 计划有变 我不能提前回来 张来源又听到了刘炫的声音 警方会掉地下车库监控查时间的 我一定要晚张来源一步 等她进屋后再回来 我可以跟警方说 我回来时看见张来源在杀我老婆 我和她打起来 把她干掉了 这样就没有时间上的漏洞 那你干掉两个 两个没问题 活一个还麻烦 张来源讲述这些的时候 声音紧绷 好像回到了当时的情景 可我完全像是在听别人的故事 整个瞠目结舌 不敢相信她说的是真的 张来源说 其实他们谈话时我录音了 本想留个证据 没想到录了个寂寞 距离太远了 啥也听不着 我吓得要死 只能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逃命要紧 我打算跑 可突然又觉得 就算我现在跑了 只要你一死 他们依然会嫁祸我 警方会抓捕我 我还是完蛋了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救你 只要你不死 我就不是凶手 我不是什么雷锋精神 就是不想当替罪羊 我也终于想明白 江一梅一直在激化我们的矛盾 想把我用上门当替罪羊 替死鬼 随着张来源的讲述 我也想起很多细节 刘炫当时夺过我的电话 表示坚决不撤销差评 让我投诉 让我录下外卖员威胁的话报警 现在想来 可能是故意在制造证据 可我依然不愿意相信 我依然提醒自己 要保持怀疑的态度来听 张来源继续讲 约好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你老公也要回来了 我折返回来 直接翻进了你的窗户 可又意识到 我根本没有时间说服你相信我了 而且那种情况下 不管我说什么 你都绝对不会相信我 正在我纠结的时候 我听见江一梅敲门 后面的事情你也知道了 那晚的所有细节 我都记忆犹新 江一梅走后 我发现窗帘后站着一个人时 立即去开门想逃出去 但是窗帘后的人突然冲出来 死死控制着我 所以你阻止我给他们开门 我思索着试探问 是啊 当时脑子没想那么多 就本能的知道 绝对不能让你开门 如果你开门 一切都会按照他们的计划发展 我们俩都会死 死无对证 说实话 我按住你的时候 根本没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办 你给我看了通话记录 没错 只有这个东西 或许能让你冷静下来思考一下 但我也不抱太大希望 后来我听见门外 有了其他邻居的声音 有别人在场 他们肯定不敢乱来 我知道这个时候你安全了 我就从窗户上逃走了 我不知道你会怎么跟警察说 但我猜测 警察肯定会来抓我的 所以就换了地方藏起来 手机也不敢开机 直到今天才冒险联系你 因为这件事 我必须告诉你 否则我睡不着觉 他停顿了很久 仿佛是在等待我的回答 但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好像我曾经熟悉的世界 突然颠倒了 变得陌生而可怕 以上就是我的故事 他声音中带着一种释然 仿佛是卸下重担 他盯着我 试图从我的眼神中 猜测我的想法 见我沉默不语 他又笑了 那笑中带着一丝不在乎 不管你信不信 我告诉你了我 自己也就安心了 我会换做成事 到时候这件事 也就和我无关了 但是他们一定 还会在找新的替罪羊 你自己保重吧 可越在这时候脑子越清醒 你说你录了音 可以给我听听吗 没用的 什么都听不到 刘炫和江一梅都被抓了 因为那个什么都没录到的录音 我做平面设计的公司 是一家传媒公司 有很专业的音频部门 我找了一个系列的同事 请他帮我处理这段录音 经过后期降噪 将环境音降低 减少电流音等等操作之后 刘炫和江一梅的对话 变得清晰了 我立即报了警 刘炫写了详细的认罪书 他跟警方交代说 他和江一梅并不是情人关系 江一梅只是他的粉丝而已 他之所以想杀我 是因为他受够了当软饭男 和我恋爱直至结婚 他都非常屈辱 因为婚房是我家出钱买的 所以他爸妈来小住 也要对我客客气气 十分拘谨 什么都必须得顺着我 比如 可是我总是点外卖 他妈妈觉得我不节俭持家 却也不敢说什么 比如 我做西红柿炒鸡蛋 居然放了丝的鸡蛋 妈妈说我两个就够了 可是我还是坚持 他妈妈只得忍气吞声 心里憋气 比如 他妈妈为了省水 觉得在马桶小便不用冲 这是老人家的习惯 可是每次转头 我就进去冲冲冲 这些细节 他几天几夜也说不完 我因为仗着家境好 瞧不起他父母 还说将来不愿意同住 给他父母租房 他妈妈听说这件事后都哭了 他也很受伤 觉得愧对父母 后来他投资健身房 也是低声下气的伺候我 小心翼翼看我的眼色 把我当太后一样供着 我才勉强拿出钱来 没想到投资亏损 事业不顺 他变得不愿意回家 因为每次回家之前 他都要强迫自己微笑 换一副面孔 当我的小奴才 他觉得 想要改变自己的家庭地位 只有挣钱 挣很多钱 超过我 他才能得到 男人应该有的尊严 也能真正给父母进校 他是体育大学 运动科学专业的硕士 现在却沦为 和乱七八糟的人抢流量 其中还有主播 仅仅是初中学历 更糟糕的是 自己的收入根本比不过他们 为了流量 他们不择手段 好多都是写去本自导自演 他勤勤恳恳 教学专业 超长直播 卖力带货 依然是公司的垫底主播 当然 也没什么收入 还得靠我阶级度日 他捉摸着 如何改变自己的现状 公司也给他出谋划策 要他把自己塑造成 爱老婆的好男人形象 然而 没多大用 反而还脱了一批女粉 他直播间 有个榜一小姐姐 对他很狂热 后来他才知道 是邻居江一梅 他很明白的他的处境 对他很体贴 经常给他刷礼物 还帮他出谋划策 江一梅说 有的主播在一些 社会热点事件之后 假扮事件的当事人 蹭流量 效果都非常好 这他当然知道 这种情况 流量确实往往一夜暴增 不过因为假的多 很多人因此被封好 他开始想 如何才能让自己 真正成为一个 热点事件的当事人呢 这件事 他想了很久 直到有一天 他一个朋友来小区找他 碰上一个外卖员 朋友说 有前科的 之前去他们公司应聘 被拒过 他印象挺深的 朋友还说 你老婆经常一个人 在家点外卖 要小心啊 突然 他就有了一个 大胆的想法 如果因为一个差评 引发血案 肯定会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 而自己 一个深爱妻子的男人 痛失爱人 痛不欲生 想想都觉得激动 简直一举多得 第一 他可以因此 获得巨大同情 第二 他可以变成为 妻子复仇的英雄 第三 他又变成单身 喜欢他的女人很多 可以重获一片森林 第四 他不用再对我 低声下气过日子了 第五 房子属于他了 他可以随意处置 把父母接来同住也可以 他终于能操纵自己的世界 成为这个世界的王 他非常激动 感觉自己 马上就能扮演 那个绝望的深情男人 演技的灵感 在体内鼓鼓上涌 老婆 我好想你 他对着镜子 呜呜哭泣 甚至眼泪落下来 他试探地找江一梅商量 为了拉拢江一梅 他许诺要和他在一起 他知道江一梅早就对他垂涎三尺 肯定会答应他 之后 两人便合伙设计 引起我和张来源之间的纠纷 他知道 我工作时会在书房或者卧室 戴耳机 专心置制 手机常常就丢在客厅茶几 或者门口鞋柜上 他给了江一梅我家的钥匙 让他找机会使用我的手机 挑拨关系 他们一步步促成了 我和张来源之间的矛盾 把张来源的电动车钥匙 塞我米饭里 让我坚决给差评 让我受到张来源的威胁 让张来源想要上门报复我 然后 只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把张来源诱骗上门 同时干掉我们 三人搏斗 两人死亡 对于现场 他便有唯一的解释权 而且还有江一梅这个证人 他爱气人设早就经营了两三年 深入人心 一切都天衣无缝 可是他却没想到 人算不如天算 错了一步 他也错了一生 刘炫入狱后 希望能和我见一面 对我拒绝了 他竟然托人给我带了一句话 只有三个字 我恨你 听到这三个字 我的嘴角不自觉的上扬了 又想笑又心酸 我对这个男人的惊讶 已经如同江水泛滥 没想到 他还能源源不断的 为我带来新的震惊 两年的恋爱时光 四年的幸福婚姻 无数句甜蜜蜜的 我爱你的背后 真正隐藏的 竟然是这冰冷刺骨的三个字 多么讽刺啊 后来公公婆婆 还带亲戚来上门闹过 说是因为我恶毒 才把他们儿子逼上绝路 我果断报了警 刘炫居然也和他们一样 觉得他落得今天的地步 是因为我 我卖了房子 搬了地方 开始独自一人的新生活 我醒悟 这世上没有完美的男人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我一直感动于 他对我体贴入微 原来 命运的馈赠 真是标好了价格 后来 我又约张来源见了一面 我问他对文字教 对工作感不感兴趣 我可以推荐他到朋友 出版公司任职 他婉拒了我 他说他又回到 之前的公司送外卖了 组长一直对他很好 他又评了一次优秀员工 这个月多挣了八百元 而且他现在有时间 还会在网上写写小说 不过没人看 对他 我满怀感激 这一次真诚地 向他表达了救命之恩的谢意 他轻轻一笑 其实我也要谢谢你 谢我什么 我问 因为整件事 完全是因为 我把他卷进来的 他顿了顿 有些脸红 其实我一直怀疑 自己是不是好人 过去的那些事 就像一个个黑洞 一直埋伏在我的脚边 好像我稍有不慎 就会踩下去 落回深渊 但经历了这件事 我觉得 我是可以做个好人的 可以踏踏实实走路 这辈子 再也不会落回去了 他笑了 笑得很明亮 像个大男孩 他的笑容很有感染力 我也不由得 跟着他笑了起来